翻译&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翻译&字幕 李宗盛 翻译&字幕 李宗盛 翻译&字幕 李宗盛 那今天的明天要谈的主要是一些basic的concept 基本的一些观念 我们对这个Inorganic Biosword 有一些简单的介绍 另外发光的原理 最基本的介绍 色度学跟发光 最后我们谈到一些application 包括lighting 就是照明的部分 另外semiconductor lighting 跟下世代的半导体的照明 这个就节能来讲 其实是非常有时代的意义 像白光的LED 主要是这个部分 接下来我们会回顾一些传统的display 就是传统的显示器 它的一些phosphor在这上面的应用 现在或者是未来 其实像flat panel display 就是新颖的这些平面的显示器 其实都是对phosphor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应用 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做phosphor phosphor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像荧光材料或荧光体 我们focus在inorganic这个无稽的领域 phosphor其实它是一类的物质 这一类的物质 它会表现出来phosphorescence的现象 phosphorescence通常我们把它翻译叫做灵光 其实这个灵光 一般我们通用的所谓phosphorescence 指的是说 如果这个物质expose 附入在energized particles 就是说 具有能量的粒子 比如说像电子素 或者是UV的photon UV的光子 当你这些物质附入在这些电子素 或者是UV的光子照射之下 它能够持续的发光 这样的东西我们叫做phosphorescence的现象 所以能够产生这些现象的materials 我们把它叫做phosphor 这是一个非常 不是非常严格的定义 对phosphor这个词 这个关键词的definition 但我们进一步看 这个phosphor的material 其实它是一个能量转换的 扮演能量转换角色的一个物质 那你用不同的光源做激发 换句话说它吸收了不同的光源之后 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波长的辐射出来 我们这个课比较focus的是在可见光的部分 那这些phosphor material 吸收了能量之后 它有可能产生红外光 纸外光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或者甚至不发光的 很多东西它是不发光的 但是phosphor它吸收了这些能量之后 通常它会产生各种不同波长的辐射 那刚刚讲过可见光呢 是我们这个课focus的一个重点 那关于这个激发源 叫excitation的source的话呢 它可以是x射线 它可以是电场 或者是阴极射线 当然纸外光 红外光 纸外光是非常常见的 如果我们用光去激发它 让它产生可见光 这个现象通常我们叫做光制发光 叫photonominescence 所以我们叫做光制发光 叫photonominescence 那你如果用电场激发呢 有些同学可能是非常熟悉的 叫electronominescence 有些人把它翻译叫做电子光 电子光这个叫electronominescence 当然把它简称叫EL 这个叫PL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现象 所以在excitation source上面呢 其实它有各种不同的种类 其实包括像电场或者是辐射 或者高能的粒子 这些东西都可以 经由这个phosphor的转换 转换成这个可见光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常看到的 这些phosphor的material 外观上面有很多都是白的 或者是浅的颜色 比如说浅黄色的 浅红色的 这类的这个颜色的material 那你说有没有其他颜色的有 比如说有很深的橘色 或很深的红色的 也有 这样的东西呢 也有 那通常我们从物理的观念 知道一个 比如说这个材料 这个粉末的材料 它呈现出来的颜色 这跟它吸收可见光里面波段 哪一个波段的波长是有关系的 那通常如果外观是黄的东西 它吸收的是蓝光的 可见光里面蓝光的波长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一个物质的 外观的颜色 基本上我们可以联想到 这个物质大致上吸收光的波长 从吸收光的波长里面 我们大致上可以联想到 它这个物质呢 它的能带的结构 大致上是怎么样 当然不一定是非常的精确 但是你可以做这样的联想 所以你看到这些物质呢 它的外观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我们把它摆到一个灯箱里面 用紫外光 最常见实验室里面的紫外光去做照射的话呢 那你可能有不同的颜色出来 那这个颜色当然是在常见的254的紫外光底下呢 它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颜色 我们把灯关掉以后呢 它就恢复到原来的这个状态 那这个是很多的荧光材料 它所表现出来的 但是有一类的东西呢 我们叫做叶光材料或叶光粉的东西 就是你照射了紫外光以后 那你把紫外光关掉呢 它还持续的发光 这些我们叫做叶光的材料 我们在introduction的部分呢 可以做介绍 好 所以我们这门课呢 要讨论focus的这些材料的重点呢 大致上外观是这个样子 我们几乎没有讨论在solution里面 在溶液里面的这些发光的物质 好 所以这是我们focus的这个重点 好 所以这些发索呢 经由这个紫外光的照射 那它产生发光的现象呢 我们叫photonominescence 叫做PL 叫光字发光 那这些发索的material 主要的application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这个班可能没有外籍声 那所以我用中文的这个powerpoint 那这个 这些无际荧光材料的应用 刚刚我们讲过它的 excitation source 它的激发源呢 所以是电子输入紫外光 或者是exer线电厂 或甚至其他的激发的光源 这个无际材料 无际荧光材料的这个应用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 包括显示 照明 连影印机它所用的材料呢 都跟这些荧光材料有关系 在高能物理的所使用当作监测 当作在医疗上面 我们用作exer线的enhancer 那exer线呢 很多医疗上面用到x光 x光在底片上面成像的时候 如果我们用刻定的这些荧光材料呢 它就会让这个x-ray的影像更清楚 所以我们叫做x-ray imaging的enhancer 好 这个table更明显把它focus在 就是不同应用领域的这些材料 它的chemical composition 对化学系的同学来讲 其实这些元素呢 都是非常熟悉的 包括硫化芯 硫化芯其实在发光里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硫化芯呢 一个冒号银离子 这个符号的意义呢 它是 它是讲这个银离子呢 掺杂到硫化芯里面 那原则上我们通常会写成这个样子的 硫化芯呢 当银离子呢 掺杂到这个硫化芯的 经格里面的时候 那通常我们用这样的符号 这是一个简写的符号 一个冒号 这样子写 所以这样代表这个东西呢 掺杂到这个主体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叫做host 这个叫主体 那这个银离子呢 当然叫做dophen 在半导体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有P-type N-type的dophen 这银离子呢 当然叫dophen 那在化学上面 通常我们这样子写呢 更精确 你可以看得出来 你这个银离子掺杂的量 是多少 但是这边很明显有一个问题 就是银呢 它是两架的 银呢 它是一架的 这个时候你用一个银去取代 新离子的时候呢 这边会产生电荷的不平衡 你用一架的去取代两架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就会 你要平衡这个电荷的话 你可能要把新的离子呢 再拿掉一些 把 就是你新两架的 被银取代的话呢 那有可能的方法 就是它其实是 没有办法balance 你要两架的才能够balance 这个流离子 那这个时候呢 通常你要extra的 比如说 defects 把这个过剩的 那个charge carrier 把它拿掉以后呢 它有办法balance 它的这个charge 那这些固态的物质 其实有非常多的方法呢 如果它接受银离子 掺杂在这个host里面的话 它有不同的方法 比如说产生缺陷 或者是把某些这个 电荷过剩的离子呢 把它再拿走 好 这个我们会 谈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会再来详细地谈 那其他的材料 其实像这个 电浆显示器里面 或者是我们水银灯用的 照明用的这些灯具 他用的发光的材料 多半是已经知道的 这些荧光材料 那像日光灯 日光灯呢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 这个日光灯 它是一个非常 popular的一个照明的装置 那通常像我们 教室里面这些日光灯 其实 一般来讲 它是 只是 类似白光这样子的 一个照明的装置 比较好的照明的装置 其实应该要用到 三个波长的 RGB三个波长的 那事实上 很多的日光灯呢 就已经有 三波长的 这些发光的材料 所以三波长的话 它的颜色性 就是它的白光 其实是比较 比较一波长的 要来得好 好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看到 方光二极体 那这个领域呢 是目前节能 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就是照明用的 这个方光二极体 在二极体的 方光二极体的产业 台湾的产值呢 是全世界第二位的 那规模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 这个是光电产业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所以台湾的 发光二极体的产业 除了上游 比如说晶圆的制造 中游 到下游 下游呢 就是把它做这个封装 封装成白光的 这个发光二极体 其实上中下游 非常的完整 大家或许都听过 像上游 像晶电 就是非常 著名的 在国际上 也非常著名的 这个 做发光二极体的 生产 发光二极体的晶圆的 那中游呢 主要是做这些 这个 这个 丁元的切割 那下游 有很多是做封装的部分 其实上中下游 完整这个产业链呢 还是造成我们 发光二极体产业 在全世界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 这个是发光二极体上面 另外用很多的光疗 光疗的灯 比如说用Santan 就是照了以后 皮肤呢 会像太阳光照射过那样子的 有很多光疗 包括新生额 黄胆的治疗 这些都是属于光疗 那光疗的话 它需要特定的波长 所以这边的荧光材料呢 通常它发射的波长 都不是可见光 其实都比400个Nano 还要短的 这是用在光疗上面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 像X-ray的Medical Imaging 刚刚谈到过的 就是当作X-ray Imaging的Enhancer 可以在X光 医疗用的X光呢 在它底片成像的时候 可以强化它的影像 闪烁体刚刚讲过 主要是高能辐射 它所使用的 投影式的电视 包括像刚刚谈过的 夜光材料 那这些材料比较不一样 就是你照射它以后 你把你的光源关掉 这些材料才会持续的发光的 所以这些呢 我们叫做夜光的材料 这个肠呢 应该是肠久的肠 肠于肺的这个材料 好 刚刚是我们介绍过 这个相关的一些例子 以下我们要来看一些 基本的观念 那这些观念 其实在物化里面 如果你是化学系 硬化的 物化里面呢 通常会介绍这个 Phorescence跟Posphorescence 荧光跟灵光 那接下来呢 在物化里面 其实我们学到很多 Electronic Transition的Rule 那 当然我们谈的 比如说原子里面 它有很多的能阶 或离子有很多的能阶 这些能阶之间 电子的迁移 它是受到这些 Selection Rule的主宰 那 这个Phorescence Decay的特性 就是 荧光衰减的特性 这个 牵涉到这些物质的应用 所以它 这些Phorescence Decay的 这个特性呢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像我们 经常会使用到了 在实验室里面 你要了解这些材料 或者这些物质 它的发光 那主要的 牵涉到它激发 或者是发射光谱 那 接下来我们会看一些 所谓余晖的现象 好 这个 我们谈到了 这些Phorescence的Material 那它的发光呢 主要 是Numinescence 所以中文通常 我们把它翻译叫做冷光 电灯泡 发出来的光 当然不是冷光 或者是蜡烛 发出来的光 当然不是冷光 那 Numinescence呢 主要是由 原子或离子 内部的电子的迁移 迁移的时候呢 特别是它 Relaxation的时候 那它会把一部的能量呢 用光的方式呢 释放出来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叫做Numinescence 或叫做 冷光 如果我们 去看 战界其实有很多的发光呢 都是属于Numinescence 都是冷光的 包括我们 刚刚谈到的 这些光字发光 或者阴极射线 你用电子素去激发 那 摩擦呢 也会发光 那 有一些叫做化学发光 叫做 Chamea Numinescence 比如说 银光棒 银光棒呢 它可能有两种三种不同的 化学的 化合物在里面 你把银光棒一折呢 两种三种的化学的物质符合在一起 那它把化学反应产生的能量 一部分用发光的形式表现出来 Chamea Numinescence 有些在生物体里面呢 它的化学发光呢 可以转换成BioNuminescence 像萤火虫的发光 这是非常 基本的一个观念 那萤火虫的发光牵涉到 萤火虫的体内的Luciferase 这样子的一个物质 它经过这个酵素 Luciferase的催化呢 它会产生发光的现象 所以Numinescence通常 这些呢 都是自发性的 相对于雷射的发光 它其实是 Stimulated 就是我们用刺激的方式 造成这个物质 它的Inverse Population 在激发态的 这些状态的物质 在激发态 它的Population比较高 相对于激态呢 比较少 那你可以产生这个雷射 所以雷射的发光 基本上是属于 Stimulated Emission 那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呢 都是属于Spontaneous Emission 它是自发性的 这个发光 好 荧光跟宁光呢 在这个图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 稍微 看一下 了解一下 它的产生的现象 那 这个 Fluorescence跟Phosphorescence 其实 我们要看 灵光 基本上 看它的 激态 激发态的 这个Spin State 是比较 好的一个做法 有些人讲 Fluorescence 时间 Decade的时间非常短 Phosphorescence 非常的长 那这样子讲呢 还是不太客观 基本上我们要从它 产生荧光和宁光的机制去了解 会比较客观一点 那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会来解释为什么这个图呢 这个图我们叫做主态坐标图 叫做Configurational的Cordinate 那为什么要把激态跟激发态呢 那为什么要把激态跟激发态呢 化成这个样子 那 这里面呢 其实 这一个 Curb呢 其实是一个扭曲的抛物线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 Configurational 的Cordinate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主态坐标的一个图 通常一个抛物线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代表一个Electronic的State 那这里面呢 如果说我们再化成一个一个Energy Level 这个代表的是Vibrational的State 我相信物化里面介绍过相当多这样子的系统 Vibrational的State 那这个呢 是Electronic的State 不管是分子 或者是固态的物质呢 都会有 这些不同的State 所以这个 Power线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是一个Distorted的 Parabolic的一个 曲线 它是一个扭曲的一个Power线 那这一个代表一个Electronic State 在每一个Electronic State之下呢 它有很多的振动态 振动的这个Electronic State 好 那通常 这些电子的切移呢 通常会造成Spin State的改变 大家都知道 在一个轨域里面 如果说我们 把两个电子呢 挤在同一个轨域 那么Spin呢 必须要是Anti-Parallel 所以通常我们叫做 Singulate State 那这个呢 是Triplet State 换句话说 在两个轨域里面 你可以看到两个Spin方向一样的 Electronic 所以这是属于Triplet State 那这些电子在不同的能态之间的迁移 通常会牵涉到不同的State 那最简单的 比如说在能量最低的这个Ground State 在基态里面呢 电子吸收能量 那Pumping到比较高的这个能阶 这个是一个激发态 那激发态呢 它当然有很多的Vibrational State 那电子吸收能量以后 造成在不同Electronic State之间的迁移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那这样的现象 通常你用紫外光去做Pumping呢 通常是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Transition 好 那到了这个 Excited State里面 它有很多的Vibronic State 有些是Energy 比较高Vibronic State 那通常这个电子呢 会产生Relaxation 那这个Relaxation 通常这一段是不发光的 那Relaxation呢 是把能量释放出来 用热震动的方式 释放到环境里面 那到了这个Vibration的Ground State 然后它才产生这个缓解 那主宰这个吸收 还有这个Emission的 有所谓的Selection Rule呢 主宰这些Electronic的Transition 那通常在Spin State 比如说Singlet State的话 通常我们看到 For instance的这个现象 那For instance的话呢 特别是在 Triplet State跟Singlet State之间呢 有一个Crossover的Point 所以这个电子 可以经由这个Crossover Point 从Singlet State呢 Transport到Triplet State 然后再从Triplet State呢 缓解 那这些在很多的有机分子里面 在无机的Complex里面 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现象 所以 荧光跟荧光呢 它的特性 我们也做了一些比较 做了一些比较 那有一点呢 必须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 通常 电子的自选的选择率来讲 它是允许Spin State一样的 花生迁移 如果Spin State不一样的话呢 它的花生Transition的Probability 是相当相当低的 那 在很多的分子里面 比如说我们把分子 融在Solution里面 你去看它的荧光 或灵光 通常 它发生Electronic Transition的时候呢 它是严格遵守 这个Selection Rule 那通常Selection Rule的话 它有两个最基本的Selection Rule 特别是Electronic Transition的Selection Rule 第一个当然指的是它的Spin 第二个是Parity 所以在物化的5G里面 其实应该都有介绍过这些东西 好 所以Spin 不一样的 它是属于Selection Rule呢 Forbidden的 Selection Rule呢 它可以是Allow的 或者是Forbidden 那这个选择力告诉我们 Spin State不一样的话 它就是Forbidden的Transition 这个选择力在Solution里面 在分子的系统 它是非常严格的 但是在我们要讨论这些固体的系统里面 有很多的因素 它选择力其实不是那么严格 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这些Selection Rule 不管是Spin的 不管是Spin的 或者是Parody的 Spin的大家都知道 Spin State一样 比如说Singlet State到Singlet State 它是Allow的 那Triplet到Triplet呢 它是Forbidden 比如说Singlet到Singlet State 或者是Triplet到Triplet State 它是Allow的 那Singlet State到Triplet State呢 它就是Forbidden Parity来讲呢 比如说你是DD的Transition 在很多的分子的系统里面 它是Forbidden 这个D代表它的诡语 或者是F F的Transition呢 它也是Forbidden 那特别这些都是在分子的系统里面 分子系统里面呢 其实这些Transition呢 往往都是Forbidden 但是在Singlet State里面 在Singlet State里面呢 它通常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比如说DD 或者是FF的Transition呢 都是Allow的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选择率所允许的 所以 它或许在有机里面 合成了很多的分子 看到很多有机的文献 它会特别提到Selection Rule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固体的这个部分 很多的Selection Rule呢 并不是那么严格 很多DD的Transition 像个离子 像猛离子 这些都是DD的Transition 像稀土的离子呢 很多 几乎都是FF的Transition 但是它并不因为选择率的限制呢 就观察不到它的发光 这些Transition的一样的 都会发生 那主要的是它的State不一样 这个我们谈到Singlet State的这个 这个Transition的部分再来谈 那主要的是分子的系统 如果说我们把一个分子 都在Solution里面 那 那决定在它的浓度 就是这些分子的数目 比如说每一liter里面 每一个cubic centimeter里面 分子的数目 会牵涉到它的浓度 那这些分子的周围 当然都是收纹的一个分子 那这个分子往往是相当于isolate 那固体里面不一样 固体呢 通常它有一个matrix 所以matrix的效应 其实是会影响到 这些Selection Rule 换句话说 你不能光看一个离子 它本身的发光 如果这个离子 是在一个matrix里面 那它的环境 就会影响到这个离子 它的发光 所以这个Table是 给大家比较一下 这两种发光的机制 还有它这种 Borescence 跟Boresporescence 发光的一些特性 那冷光啊 其实刚刚讲过 大家最早接触的可能是很多的有机的分子 像Quini 或者是Borescine 或者是Rodamine 很多同学知道在有机化学里面 Rodamine通常它是当作一个standard 如果说我们要量一个分子它的quantum yield 或者是quantum efficiency 那通常我们会拿Rodamine B 当作一个standard 当作一个标准的物质 那你合成出来的化合物呢 它的quantum yield 或quantum efficiency 在相对于这个Rodamine 在去做相对的 这个quantum yield的量测 那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Molecular system的 这个发光的分子 那通常 Fluorescent molecules 我们又把它叫做moral force 所以它是会发光的 这些分子 那你看到这些分子里面 其实它的结构上面 有些分子呢 它有非常perfect的conjugation 它的共额呢 是非常清楚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另外呢 这些分子通常都有ππ的system ππ的transition eitherππ或ππstar的transition 所以它牵涉到很多的ππ 电子的迁移 那讨论这些phorescence或phosphorescence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diagram呢 我们叫Yablamsky的diagram 那这个是Yablamsky Alexander Yablamsky呢 他所established的一个diagram 这个diagram呢 其实是光谱学的基础 那这个在很多的课本里面 大家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diagram 那这个diagram里面呢 它做了一些标示 那这个diagram主要是来描述 系统的 对光的吸收 这个系统可能是原子 可能是离子 或者是一个分子 那光的吸收呢 跟光的emission呢 你可以在这个diagram里面呢 很清楚地看出来 当然我们用 它无先表示的 electronic state 这边用粗的 黑的线来表示 那刚刚讲的 bibronic state呢 这边用比较细的线来表示 所以它是electronic state 比较细的是代表bibronic state 那这边有一个箭头 有一个折线 然后再有一个线头 代表的是non-radiating的transition 换句话说 这种transition 这种迁移 电子的迁移 它是不发光的 那不发光呢 主要是比如说 你从激发态到激态下来 那这种迁移呢 可以是发光 可以是不发光 那我们特别用这种符号呢 代表它是不发光的 electronic的transition 好 所以在这个代管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 这边是属于single state的 换句话 电子呢 它是peer up起来的状态 这边是属于triplet state的 single state呢 这边是属于ground state 这些是first excite state second excite state 所以它有第一第二的激发态 这是激态 这是激态 这是一样的 那这个现象 当然就牵涉到吸收 那吸收的话 你可以把电子呢 从激态呢 pumping 上来 从ground state pumping上来 好 那pumping 上来以后 它通常会产生这个 reluxation 就是缓解 缓解呢 往往是不发光的缓解 那最后呢 到了这个能阶 然后再产生fluorescence 这个是我们常见到的现象 那如果牵涉到不同spin state的话呢 那要看到这两个 single state跟triplet state 它的主态坐标上面 是不是有cross over的point 如果有的话 就会产生spin state的cross over 会从single state呢 transfer到这个 cross到这个triplet state 那这个部分我们明天呢 再来继续地谈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了解一下 可不可以 有的光阶 我们下载到这个地方 看到了 我们下载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载到这边 我们下载到这个地方 Viva